第十题,一到十五题很简单甚至没有什么意义 第十题是说,已知甲乙饼为三种不同的金属 甲在空域中缓慢氧化而锈时 已在空域中加热后仍保持原来的金属光泽 饼需保存在石油中以防止氧化 则甲乙饼三种金属对氧的活性大小顺序为何 我们看到我们的饼要保存在石油中防止氧化 所以它的活性是最大的 而我们看到我们的饼在空域中加热之后仍保持原来的金属光泽 所以它的活性是最小的 所以我们活性最大的是饼 第二位的是甲 第三位的是饼 第十题问我们说 则甲乙饼三种金属对氧的活性大小顺序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C 饼大于甲大于饼 国家小指区 感谢观看